Pogonplay入华五年 开放式创新是长远之道 在总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鼓舞下 中国创业历经了黄金十年 站在2021年末的节点上 回顾那些年创新的热潮 热钱的沉浮 创业家的赌注都包含了太多的光芒与反思 太多的跌宕起伏 近日在Pogonplay中国品牌战略发布季五周年庆典上 徐杰平告诉泰媒体App 五年前 中国创投市场处于早期阶段 一时兴起的孵化器 重创空间 大多是依靠地方政府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通过二房东家物业的模式来经营 这其实是Pogonplay在1.0阶段就在做的事 比如新兴科技企业微软 苹果 谷歌 亚马逊 通过设立内外的创新协作模式 吸纳借鉴行业模式 加速自身快速发展 传统领军企业海尔 华为 西门子 也意识到了仅仅通过内部转变所存在的不足 依托已有研发传统优势 与外部资源联合进行转型 互联网企业腾讯 阿里 今日头条则通过战略投资 并购拓展新的业务